2006年的有一次到了溫哥華去拜訪我的小阿姨 那她就,她也信主了 那她听了我讲完之后,她就为我祷告 那她祷告完之后,她跟我说 神有一句话要送给我 就是寻找的就寻见房寇门就给她开门 2009年决定要回台湾工作的时候 在上飞机之前的那个周末就去受洗了 一直到2011年的12月 也是透过我阿姨的朋友 她就在讲,她有来到一个很有趣的教会在台北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来看看 所以我就抱着来看看的心情,来到了火把 然后一来到火把之后 听到他们进麦天的主日之后,我就觉得 哇,我回到家了 那在社新的小组,我就觉得 就是找到同伴,就是很多的姐妹 然后大家都很快地接受你 分享他们的生活大小事 对,就是觉得很温暖,也很温馨 看着光丽哥跟欣姨姐那时候,他们就让 把他们家让出来,有一个空房让我住 所以在我每次礼拜六上来台北的时候 就可以去祝他们家过夜 然后我就觉得,看着他们一样这么热情的服饰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我的榜样 然后后来暑假的时候,欣姨姐问我 有没有兴趣来带学生团队,就是来到学生团队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啊 我想说,那就去试试看 本来刚开始加入学生团队的时候,我觉得 怎么小组结束之后就很轻松啊 大家也不用聚餐就散 一直到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这样 虽然他们都会活动帮你办好 但是你要负责拉人进来参加 推学生进来参加 对,然后就突然觉得,好忙喔 那时候还没搬到台北之前 就是一直,可能一个礼拜要来回新竹台北 至少两次,两三次 对,然后就是下班之后 像礼拜四祷告会的话 那下班之后就可能家家完之后 就直接搭高铁上来台北 然后就坐最后一班车会驻北 那时候的同事都觉得 你疯了吗,你可以学着说No啊 可是对我来说好像 就是应该要这么做 对,那当然有时候会在车上回家的时候 会觉得,干嘛要这么累 我可以不要坐了吗 对,但是我觉得 也许这就是神给我的热情吧 就是在累,看到这些孩子的成长 跟这些学生的改变 他们是很有能力 也很有影响力的 我觉得就是现在家庭里面 父母都很忙 所以爸妈就是可能就没有时间陪孩子 那孩子可能就在家里面也许打电动 或者跟朋友就是不知道在做什么 但是他们都很渴望被认同 就是让这些孩子就是可以在这里被爱 然后就是家里没有的温暖 他们在这里可以经历 然后愿意把他们生命先放在教会里面 用神的眼光来面对他们的人生 那他们以后出社会之后 我觉得他们只要生命对了 人生就对 今天爱耶稣就是 与神同工相信今天是好天 今天爱活法就是与活法人同工 相信每个学生在神的带领下 都可以被神的爱扩张 成为生物的精兵,别人的祝福 阿们 阿们